現在要教的是一個重點 叫做原子說跟原子的構造 這個東西很重要 還會跟我們之後要學的很多內容都有關係 什麼得電子、失電子那些事情 在我們後面都會反覆的提到 所以你觀念要很清楚 基本上可以說每一次的學測會考 都有考原子說 可以說每一次都會有考 OK 重要 我們的更古老的希臘人說的就不理他了 那個道爾村根據我們教過的定比定律跟背比定律 大家要成一個簡單整數筆 這個固定另外一個就會有一個簡單整數筆 為了能夠解這個事情 他就提出了原子說 他原子說說什麼 說所有東西都是有一些微小不可分割的粒子 所組成 這個粒子叫做原子 就是我們在做東西的時候不是黏土 是積木 一顆一顆的 這樣堆起來的 OK 那堆起來叫做原子 然後呢 相同的原子有相同的大小相同的質量 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大小不同的質量 這是重點 化學變化了之後 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種類數目沒有改變 這是道爾坤的原子 因為反應前有三個A、五個B 反應後還是三個A、五個B 只是排的方式會換一下而已 排的方法會換一下 所以化學變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 其種類跟數目都沒有改變 這是一個重點 Keyword要記好 化學變化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 其種類跟數目都沒有發生改變 這是道爾坤的原子說 可是這個學說有問題有不對的地方 我們的J.J.Thomson 他發現了電子的存在 原子裡面有一顆電子 就表示原子可不可以再分割 可以啊 他有別的東西啊 我們的道爾坤的原子說是 原子說是一顆撞球 一顆硬硬的撞球 整顆不能夠再切開不能再分了 可是這邊還有電子啊 這要是怎麼樣 可以有別的玩意兒嘛 可以再分割 然後透過 他學生拉賽福 根據阿把利子的散射實驗 這個實驗很重要 但是高中才教 根據這個實驗 他就發現原子的中間有一個東西很重 旁邊幾乎都空的 幾乎都空的 那麼用這個東西得到一個行星模型 當然你用現在的理化觀點說 行星模型也不對 不過不重要 我們國中生就到行星模型就夠 行星模型的意思就是 地球繞太陽 中間有一個太陽 外面有地球在繞它跑 叫做行星模型 所以意思就是說 它有個內部的原子核 然後旁邊有電子繞它跑 跑繞得到去 跟行星繞太陽一樣 這叫做行星模型 所以呢有中間的原子核 跟旁邊的電子 外面環繞了很多的電子 這叫做行星模型 重心模型 那麼重點 原子核裡面有磁子跟中子 原子核裡面有磁子跟中子 這兩個質量幾乎是一樣 中子大了一點點 那我們就當做它叫做一樣大 我們國中生就說他們兩個一樣大 一樣大、一樣重就好了 OK 其實中子有重一點點 然後呢 磁子有帶正電 中子不帶電 兩個質量差不多 我們當作它是一樣重 一樣重 好原子核 原子核很小 很重 在裡面 然後外面呢 跑了叫做電子 電子的質量很輕 一個電子的質量只有 直指的一千八百多分之一 所以我們原子的質量幾乎都在哪裡 幾乎都在哪裡 原子核 旁邊等於沒有一樣 很少很少 不存在 所以原子的質量幾乎都集中在原子核 可是原子核體積非常的小 整個又小又多在中心 旁邊呢 跑來跑去 繞來繞去的 就要電子 電子的活動範圍很大 有沒有 有個比例叫做足球場面場上放一顆銅板 銅板就是原子核 足球場就是電子可以跑的範圍 所以差很多 重點 電子帶什麼電 負電 電子帶負電 重點 電子帶負電 所以直指帶正電 中指不帶電 電子帶負電 原子的質量幾乎都在哪裡 原子核很小很重 外面的空間都是在跑 電子在跑 我們把電子跑的範圍當作是原子的大小 原子的大小 OK 基本上 通常原子電中性就是外表上不帶電 也就是它的正電跟負電一樣多 也就是它的直指數跟電子數怎樣 一樣多 直指帶正一 電子帶負一 我有三個正一 就有三個負一 所以合起來就沒有帶電 所以呢 這就是正常一般的電子叫 原子叫做電中性 直指數等於電子數 但是電子要不然跑來跑去 放得很大又很輕 所以很容易跑掉或得到 那麼如果得到 得到負一又帶什麼電 負電 失去這個任務 負一會得正 叫做帶正電 所以失電子的會帶正電 得電子的會帶負電 一般的原子不帶電 因為直指數等於電子數 那麼原子怎麼樣會帶電 因為會得失電子 得到電子的會帶負電 失去電子的會帶正電 重量記好 我們後面還要翻出來用好多次 這個想法會還要翻出來用好多次 你就會記好 OK 那這種得到電子或失去電子 就是叫離子正式交是下學期 下學期正式交會讓它離子 好 失去電子的就是帶正電的叫做正離子 古時候叫做陽離子 可是現在你們博文程度變得很爛 聽不懂什麼叫陽 還叫做正 那麼得到電子的叫做陰離子 負離子 因為帶負列的叫做負離子 負離子 所以正電的叫正離子 負列的叫做負離子 那麼離子的性質 因為原子的性質不一樣 納離子的性質跟納原子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這件事情我們下學期跟各位比較仔細的說一下 你目前就知道這樣可以了 我們下學期再跟各位講 離子的性質跟原子的性質是不同的 就是所謂的行星模型 以上所說的通通都是重點 你要給我記好 誰帶正電誰帶負電誰不帶電 一個原子為什麼會帶電 為什麼平常不會帶電 就要給我記好 這就是你要學習的重點 OK 這就是我們介紹的行星模型